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疫情急转之下莫斯科面临纽约市疫情爆发 半数感染者为中青年 俄罗斯启动军事资源抗议 1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胃癌几周是决定性时刻 美国疫情是否即将见底 这个4月10号美国的拐点已经到了 那么这次疫情对美国军队的战略状况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大概人流减少了70% 印度会否成为下一个暴点 我们这边的疫情的这个问题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有些别有用心的组织肯定会利用这个危机 然后不断地放大这个危机 印度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俄罗斯疫情会否大爆发 在俄罗斯目前它这个疫情 已经处于这个上升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近期能够进入一个 转折的这个阶段 飞机飞到中国来 可以有40%到50%的人都是阳性 那就说明了这个当地的感染很严重了 一呼一气谈没开 硬亡破十万 全球疫情何时走出至暗时刻 一呼一气谈有话大家谈 欢迎收看由格力电机为您独家冠名的一呼一气谈 两个月前我记得印度没啥疫情 看看今天当地暴增的疫情证明了一句话 咖喱流尿不是任何的神药 印度的防疫也没有任何的起击 中国的官方表示 来自俄罗斯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在这一周剧增 印汉总统普京这个时候也公开的喊话 就是这一两周 俄罗斯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分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大病过后看待疫情的角度似乎转变了 英国到现在为止捐款超过了7亿7千万的英镑 世界卫生组织说 英国的捐款表示 全球正站在一起应对疫情 不过白宫也站在同一边吗 在历史来说 破天荒 美国全境通通进入了重大灾难的状态 要命的时刻 特朗普总统继续地炮轰世界卫生组织 一边说 制裁是为删减赞助的资金 甚至想用其他的机构取而代之 今天晚上 我们首先就聚焦在美国疫情 第一位连线的嘉宾 在美国现场 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张作峰 张教授 张教授 跟你连线是第四回了 每一次跟你连线 美国的疫情似乎是越来越不乐观 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数字 您可以看到 包括50个州首都华盛顿特区 还有四个海外的领地 通通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这个首次代表了什么 我们也可以在大胆预言说 美国的疫情难道已经见底了吗 还会有更糟糕的情况吗 这个4月10号 美国的拐点已经到了 所以4月10号 我们看到是3万5千个病例 这是最高的病例 这个几天这个病例 已经完全在往下走了 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 那主要是50个州 全部是紧急状况 然后很多的州都有居家令 原来估计这个美国的这个北姓 大概只有50%的人听话 但是现在看起来 80%到90%的人都听话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月情是在向好的方向 在发展 虽然50个州已经紧急状况 但是这个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黎明前的曙光了 好 张教授分享了说 美国的疫情已经出现了 黎明上的曙光 况且也表示 在疫情面前 美国民众也学乖了 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私底下也希望在5月1号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 算算时间其实没有多久 你觉得在这个时刻来讲 美国解封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5月1号要开工完全不可能 因为有差不多一半的州都还没有到顶点 如果说要5月1号开工的话 那到7月份这个新冠病毒还会重新回来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如果要说标准的话 标准应该是 每个州完全没有病人 14天 这个时候就可以复工了 但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种说法 说美国目前是在尝试大量的抗体检测 用这种方式来确认是否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 那这种方式推广到全美国 那需要多久时间 能否加速复工呢 它这抗体检测是最近刚刚推出来 为什么呢 要推出这个 因为这抗体检测比较快 斯坦福最近做到是30秒钟就可以出结果 那么通过这个抗体的检测 那么就可以看到人群当中的免约的程度有多少 那么对复工来说也是一个依据 那么在全美推开来 我现在还看不到这个会全部推开来 但是我可以看到是可能在全美进行车样来进行检查 但是就是我没有感到这个全美能够推开来 这个三亿三千万人的这个检测那是不容易的 您现在是在加州的洛杉矶 那么事实上大家也关心疫情比较严重的就是纽约 那么其实观察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 加州和纽约州他们也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州在疫情方面却是相差了非常大 你怎么评价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差别 第一个原因是纽约州的动作太缓慢 他们比加州的动作要慢了大概一个礼拜到十天的时间 第二个呢是加州的科技公司比较给力 那么这个就是很多事情都我们自己来办 比如说这个联邦给了几十台的这个呼吸机 不可以用的 那么这个公司拿过去两天就修好了 就会有这个情况 那么第三个是我这个折斩呢 少说话多做事 他和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配合得非常好 这是您的观察 不过您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看看纽约州的嘉宾马上要加入我们现场 他是纽约长岛华人协会的会长张国栋先生 国栋兄您好 您的观察是如此吗 我基本上跟这个张教授的看法一样 但是呢 纽约是这个文化这个经济中心 加州是这个高科技集中的地方 这两个确实有区别 纽约当时他要考虑到封城 他不可能这么快 他考虑因素特别多 而且这个纽约州这边 州长和市长吧 有时候还唱反调 这个州长想封市长不让 市长想封州长不让 然而总打架 那您不仅是纽约长岛华人协会的会长 也是纳苏俊亚裔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那你平常接触很多当地的这个国会议员 就您的接触当中 当地的这些纽约州的国会议员 对于纽约州长的防控 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呢 尤其你刚特别点到了中央跟地方 两个人是不同策略互相撤走 他们是站在谁那边呢 我看到的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是联邦的 还有州里的参议员众议员 基本是站在州长这边 而州长同时也非常需要这些国会议员 比如说在国会里去给纽约州争取 更多的这种补助计划 这种救助计划 能让纽约州分到更多的钱 更多的资源 这些呢 州长和市长都帮不上忙 都要靠国会议员 还有参议员去争取 我记得两周前呢 我们在这里曾经采访过 纽约长岛一线的ICU的医生 那个时候呢 ICU的医生就反映说 纽约的这个医疗资源严重的短缺啊 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 现在纽约长岛的医院的情况 是否有所改善 当地的医护人员 真的能够做到防护到位了吗 还没有完全防护到位 我简单讲一下 我觉得你们两星期前 那个采访那个医生 当时讲的情况呢 大概在上周末的时候 口罩这事解决了 联邦政府啊 给了大量的口罩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防护服务 没有防护服务 这长岛这两郡都缺防护服务 到上周六为止 长岛感染的医护人员 是1200人 最近福西表示说 新冠肺炎的疫情早在 去年12月中旬 就在中国大陆爆发了 而北京却误导了 美国与全世界 他的说法是按照原文 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得到的 就是错误的信息 你对于福西这一段的言论 我看到很多的媒体 都大部分的报道 因为他都是政治 福西他讲的呢 他有他的道理 他的道理在哪里呢 他的道理在实际上 就是说呢 你如果用中国早期的数据来看的话 你中国除了武汉以外 其他的省市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这个病死力 或者是很少的一个病人 你一共中国才8万多病例 三千多死亡 那么这个对 就像一个感冒一样 感冒也是个死的人 比这个还要多 那么这个情况看下来呢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超级的感冒 一直到 意大利的疫情出现以后 大批的人死亡 大批的医护人员倒下来 然后死亡的达到10% 那么到12%现在 那么这个情况下面 大家都一下子都醒了 这是个醒的 大家都来不及了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 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的情况 他也可能有一点点 真实性在里面 那么佛西和川普的这个斗争 这也是很厉害 他实际上对川普就说了 就说我们美国死了这么多人 实际上就是川普 大概有三个星期没有动作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美国就不可避免的 一个大的爆发 实际上川普的这个 要占的这个 顾的责任应该是 应该是很大的 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 特朗普他不仅拼命自己的属下 他也把很多的火力 在抨击在世卫组织上 您之前就在世界卫生组织 做过顾问 那所以您对双方的了解 如果白宫真的撤资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些资金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美国捐的款大概占 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经费的22% 那就说如果说美国 把这个钱不付的话 那可能他就是22%的工作就会没有了 那么我的感觉可能美国也不会完全不付 可能拖延一点时间 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还是有可能 这个就成立 因为川普在2月份就说 要成立一个公共卫生基金会 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他在他的计划当中 但是现在从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当中 退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 谢谢张教授的分享 请您继续保留在线上 待会我还有问题要请教您 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 美国的疫情的确给美国造成 实实在在方方面面的影响 甚至在这个领域 也就是保卫美国国家安全部分 美国的军队也产生了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会否会冲击到 美国军队的实力呢 马上加入我们连线的新嘉宾是军事专家 王云飞 云飞兄 我们在画面上为您整理出来 美国大约是150座的军事基地 出现了确诊病例 在太平洋四艘航母也都有感染 这是过去少见的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么这次疫情呢 对美国军队的战队状况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按照2010年的美国的战队计划呢 它的核动力航母 应该在平时有两艘 时刻保持一个作战的状态 另外两艘在30天内加入战备 其他的航母 遇到两艘在90天内加入战备状态 可是这次疫情当中呢 美国只有两艘在中东的航母 也就是杜鲁蒙号和艾森豪威尔号 都处于战备状态 也就是说美国在东亚这个地方 没有一艘航母处于战备状态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对 就像你讲的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即使如此少见的情况 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种镜头 也就是你看4月10号 是第七舰队的驱逐舰贝瑞号 它穿越了台湾海峡 就在隔一天是一架EP31的电子侦察机 它穿越了巴士海峡 在整个军力部署 在东亚部分都出现 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 却频频有这样的美军动作 这说明什么呢 一个方面呢 就是若是它上层的指令 就是其他国家不要以为 我美军现在有疫情 我的战略状况就很糟糕 我还是可以执行日常的战略状况 第二个方面呢 是因为中国的辽宁号航空编队 从咱们的东海出发 经过公国海峡之后 刚开始呢 它是搞不清 这个航空编队呢 是经过台湾海峡呢 还是出公国海峡 所以呢 它排除了侦察机进行侦察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 3月底 美国的北方司令部 还有北美的防空司令部 就已经把许多重要的战略人员 送到了地下的掩体 也就是下沿山军事基地 而下沿山这个基地 也就是美国政府末日计划的一部分 这个时刻 传达这样的信号代表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防御性的行动 因为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呢 它在战略上呢 要做一些准备 防止其他大国 对美国展开一些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方面呢 第二个方面呢 我个人感到 这是一个对内的措施 因为在重大疫情期间 如果它的五角大楼附近 发生骚乱 那么五角大楼 就有可能失去指挥的功能 做一种应急的措施 把这个下沿山 再次启动起来 那么就可以防止 这种特殊情况的这种发生 这是云哥的解读 我要跳到美国加州现场 张教授有一点 我们看不明白的是 就是说美国军队 从一开始疫情八番到现在为止 包括了军事基地 包括航母都有感染的病例 这个相对其他的国家 大家会觉得 美国军队怎么会出现 这么大的疫情爆发呢 我们知道航空母舰 是一个最容易爆发的地方 军营 监狱 学校 这要是人比较接踪的地方 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可能的爆发点 尤其在船上面 那些士兵都没有 相互之间都没有间隔的 都是住的大舱 那这样的话互相之间传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罗斯福号发生这种疫情 实际上不是今天才发生的 可能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后来才有了一个 这个克罗兹尔建长被撤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应该从这个建长的角度来看 从人道的角度 关怀角度来看呢 是值得称赞的一个行动 不过呢 这个事情呢 对美国军方来讲呢 非常震荣 所以处理这个建长 主要是因为美国在这件事上 暴露了他的战备状况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种情况 让其他大罗兔这个看清楚了 美国实际上平时的战备状况啊 并没有他自己宣传的那么那么高 那么严密 还是有很多漏洞的 好 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一胡一三 待会要追踪的是一个确诊的病患 在英国 ICO的床位没有超负荷 德国的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资源比较充足 余罕喜首相在重镇市待了72个小时 他当时是不是非常的严重 一胡一席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席谈的现场 刚刚在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了美国流行病学的专家张作风教授说 在本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疫情达到了拐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欧洲呢 欧洲什么时候会达到疫情的拐点呢 我们就先从英国首相的健康谈起 在画面上您看到 约翰逊在经历了重症接护之后 终于在前几层出院了 但是出院是否就代表他完全康复呢 马上连线在英国现场 帝国理工大学威斯敏斯特医院 外科兼肿瘤医学部的麻醉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同时也是英国皇家麻醉学院的院士 马大清 马教授 马教授您好 从您的临床经验来看 余安琪首相在重症市待了72个小时 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来判断 他当时是不是非常的严重 我认为Boris他的病情是介于轻症和重症之间 稍稍超过了轻症 完全不应该达到重症 英国出院的标准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的症状消失了 西洋饱和度完全正常的 那么体力有一定的恢复就可以出院了 那么现在他在进行休养 从您的临床经验来推测 大概还有多久他才可以正式的重返工作岗位呢 我个人认为他大概需要一到两个礼拜的休养时间 他返回工作岗位 我个人判他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我们来关心这个实际上防疫方面的硬体跟软体好了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出版的调查报告 世界概况说英国的千人拥有病床术 大概是三张 那个排名是倒数第三 有科学家就预判说这个重症监护的病床 它的峰值需求可能会超出英国医疗系统实际负荷能力的八倍 您的观察是真的如此吗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 这次疫情我们的ICU占用力是80% 那么80%里边64%是用于重症新冠肺炎的治疗的 那么还有14%的床位是用于一般的其他的重症病人 所以这个在英国ICU的床位没有超负荷 更没有超过八倍这么超负荷运转 这个这个数据有得上去 那马教授你从一开始英国的防疫进行到现在为止 这近一两个月的观察 您觉得防疫部分当中您做什么的点评 有哪些部分应该要补强的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点倾向 就大家都在注重这个治疗 无论是媒体 无论是医疗机构 无论是政府机构 都在注重治疗 对防护 所以传染病主要是以防为主 对吧 但不是说治疗不重要 我认为防更重要 同样重要 所以我们如何在下一步怎么加强这个防疫问题上 要进一步的升啊 马教授讲到这个部分的同时 有一位新的嘉宾马上加入我们联系的行列 是德国杜伊斯堡 I3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的教授 陆蒙吉 陆教授 陆教授你刚刚听到了英国的马教授 他特别分享了一个关键词 他说其实预防最重要 我们比较英国 德国 我们发现他感染的人数都非常高 但是相对英国的超过是12%的这个死亡率 德国是大概是2%左右目前的死亡率 为什么数字差这么多 那么德国的医疗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 资源比较充足 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开始在欧洲船部的前期 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特别是加了很多的床位 然后增加了很多的医疗资源 这是肯定是病死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除了床位以外呢 这是德国的救治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德国这个特殊情况来讲的话 他的第一死亡率的主要原因还是他感染人群 非常的年轻 平均年龄在48岁左右 那么平时都喜欢做体育运动 体质非常好 所以这个病毒对他们的杀伤力非常低 他们回来以后呢 大家都比较小心 那就不去看他们父母 这样呢就比较有效的阻止了这个病毒 在高危人群里边的传播 这对这个减少新冠病毒在德国的杀伤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还是德国的检测力度非常大 那么我们找到很多潜在的感染人群 轻症病人 那么确诊人 这个病人的技术大了以后 自然的死亡率就自然就降下来 我觉得这个死亡率的提法不太准确 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分子 我们知道死了多少人 但是分母我们不知道 因为确实分母里是什么东西 或者多少我们不知道 那但是换说回来 我们认为德国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 尤其是我掌握的数据 那么德国对这个老年人 对Care Home这些老年人防护的 要比英国做的好 但是我们也不但不承认 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德国最大的城市 柏林才350万人 那么伦敦850万 那么这个传染病就是 害怕的大城市发展 人多集中 更重要的我了解的 德国的这个地铁系统 比较现代化 因为建立相对比较晚 它通风系统比较好 我认为我们在英国伦敦 尤其是那么感染比较重 就是因为这个交通系统 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船员 那么地铁通风不好 那么这个城市啊 这个lockdown时间相对比较晚 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跳出来从整个欧洲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现在焦点就是关心在英国身上 因为根据当地的健康指标 与评估的研究所 IHME最新的预期是英国会成为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是占了欧洲总死亡人数 极可能高达40% 那么到8月份英国累计的死亡人数 会达到6.6万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在全球各国 现在都不断地有这种的预估的数字出来 不过我不知道在马教授身上 您自己是否有看到这样的报告 你会如此担忧吗 我个人认为只有30%的可能性 70%的可能性不会走到那一步 所以我也没有这么悲观 因为现在这个社交距离 包括尤其是Boris生病 大家都会认识到这个病例危险性 之所以可怕 就是因为胆期内这么多人发病 那么这么多人失去 这是我们恐惧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把整个的这个picture 告诉大众 大众的心理会有所成熟的会增加 成熟的增加 它的心情就会舒畅 相当好一些 就没那么焦虑 那么它的免疫力也会提高 那么这样一来 那么对防御疫情是有好处的 好 德国最先爆发的城市 已经到达15%的居民 拥有病毒的抗体 那么推测当地有可能 接近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 所以由于当地的科学家 认为说欧洲其他地方 达到群体免疫的速度 可能比想象中快 我不知道两位专家 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群体免疫 这个最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还是一下子 就像刚才马教授讲的 假如说我们在 现在再来算这个死亡率的话 我们现在是0.30% 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说其实这个病毒 没有那么可怕 假如说我们后面的防治 就是救治和防控工作 特别是对老人院 对那些这个易感人群 做更好的防护的话 我们会把它讲到0.2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跟流感完全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是给我们带来一个 非常好的消息 群体防御我知道被属争议 但是我认为从这个世界 这个感染来看 这个群体防御的概念 是值得提倡的 比如说我耳底 我这个胡乱啊 我就腾到将近两个礼拜 但是没有发烧 也没有咳嗽 没准我本人都感染过了 我就不知道罢了 所以我认为下一步 重要的就是要加强 这个抗体的检测 那么抗体检测要广泛的推广 在英国马上要开始了 就在药店自己可以买到自己检测 检测后一旦你有抗体了 就可以解封 再就回到社会回去工作 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群体免疫 由它的社会价值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 来自欧洲的连线 究竟全球疫情的走向如何 下一个暴点究竟在哪里呢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一虎一山带你走一条 上千里的回家之路 欢迎回到一虎一席台的现场 当前全球抗疫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不是看中国 不是看欧美 那到底看哪里呢 关键的大国就是印度 印度的应对情况到底如何 马上连线印度 跟我们连线的分别是 尼赫鲁大学的博士生艾德 以及仍旧在印度的华人 陀仁集团印度公司的负责人 于怀庆 欢迎两位 首先我要特别请教的是艾德 艾德这个时刻 看到刚刚那几张图片 你会非常担心印度的疫情失控吗 我们这边的疫情的这个问题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大城市 比如说新德里和孟买 这个问题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担心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 是我们印度的这个 全国的这个封锁 是延期到5月3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我知道你现在人在的位置 就在新德里 是印度疫情第二个严重的城市 在过去这一段岁月当中 在你眼前出现 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画面是什么 印度三月中旬开始有了这个 逢国的这个措施 3月23号开始到今天 我们已经逢国了 但是其中这个时期呢 我们发生了一个时期 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时期 就是印度新德里的一个 非常规模非常大的一个清真寺 叫尼萨默定清真寺 找开了一个非常大的 伊斯兰教徒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参加的人 我们逆定 就是我们还没确定 大概有九千多个人 然后这个九千多个人当中呢 我们现在人就是追踪到的是 六千多个人 其他的三千个人 我们还是找不到 这个九千人的这个会议呢 在印度的疫情转播当中 包含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印度的 疫情问题的这个病人当中 三分之一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 所以你会担心其实防疫方面有很多的漏洞都会出现 那么现在的防控措施会真的很严格吗 非常非常的严格 我们已经把很多的这些城市 还有城市里面的一些地区就变成热电地区了 包括新德里的一些地区已经是热电地区了 那些热电地区呢 我们不允许任何老百姓都出门 然后另外呢 印度政府也是加速检测的这个速度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疫情 控制疫情问题当中 最关键的一个事情是做检测 以前印度的这个检测的速度可能稍微慢一些 所以我们比例还是比较少 你提到的关键点了 所以我茂密问你一下 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卫生部长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 印度报告的感染率是很低 大部分是每百万人3.8例 跟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感染率要高得多 所以当你听完他这个记者之后 你有何感想 这个方面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 印度很早就开始做准备 3月11号开始就停止了 所有的这个外来的这个航班 之为印度不印度的航班 所以呢这些这些方式 也是通知这个疫情问题的 很大的一个力量 虽然呢我们这个 你刚才说的也是对的 就是我们现在检测的这个水平 可能不够 前一段时间 疫情问题爆发之后 印度一天只能做大概 三千或者四千个这个检测 现在按照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宣布 我们印度一天可以做 一万五千个检测 印度政府的这个 这个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一天 如果做到五万个这个检测的话 可能对印度的这个疫情问题 会有更多的好处 好这是爱德的观察 爱德的请线留在线上 我转到另外一个现场 在印度的华人怀庆 加入我们的连线行列 怀庆 你看这个印度所谓的低感染率 你心里就会放松下来了吗 有不同的观察吗 刚才那位嘉宾这个反应的情况 不费我也同意 但是对于这个 目前反应的这个低感染率 我有个人的一点点的这个理解 他印度他这个国际交流 或者是他本身那个 内部人员的经济交流 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相对于说欧美国家来说 他这个国际交流 这个不是那么频繁 所以说他这个零号病人的这个引入 可能就相对较晚 这是这是一方面情况 另一方面情况就是 印度的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早餐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吃的 然后呢 他这个午餐呢 全部是带到办公室 自己打包这个午餐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很多员工也这样 但晚上呢 他基本上都是很晚都回去之前 就是说他这个聚集率是很低的 白静 前21天封锁令结束之后 印度就已经出现了 有一些恐慌 还有小规模的暴力 那么继续封锁 会不会积压 更多的恐慌安全问题 也变成大的暴动呢 在我理解这个印度 还是一个信仰很普遍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就是这个暴动的话 最多存在于就是 弥族宗教之间的那个 尤其是穆斯林族裔和这个印度裔之间 这种长久积压的这些这个矛盾 这个那么这有些别有用心的组织 肯定会利用这个危机 然后不断地放大这个危机 然后在社会上释放这些 采取一些暴力行动 我就再补充一下 刚才这个怀敬先生说的这句话 印度虽然是一个多宗教 多文化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宗教 与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的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这个时期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们所有的这个宗教 所有的这个印度老百姓 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重要性 但是再说中文有一句话 连自大乐什么尿都有 虽然我们印度也出现了这些问题了 但是我们政府呢 也采取一些严格的措施来控制这些问题 对我来说 现在目前最大的印度政府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如何解决我们印度老百姓 尤其是印度低层阶级 贫困阶级的这个文道问题 对艾德你提到了一个关键所在 就是说印度现在最大的挑战 包括这个平民的问题 刚刚几张图片当中 有一张图片就被称为是印度的定时炸弹 就是印度最大的贫民窟 塔拉维 不知道你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掌握吗 这个贫民库呢 是位于我们印度的经济中心孟埋那边 然后孟埋的这个贫民库 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一个贫民库 你刚才说的非常对 这个贫民库的面积非常的小 只有大概2500星方米左右 但是人口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如何确保这个社交隔离的这个情况呢 这个确实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挑战 我们当地政府和中央政府 为了方控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包括我们现在政府的工作人员 卫生部的工作人员 现在是做伤闻的这个检查 就是去每一个家庭 这个贫民库的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互销 做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 接下来呢 如果有逆定的这个病人 就是让他们隔离 所以我希望 随着这个政府的措施 这个问题可以控制的疗 我转到怀庆身上 怀庆是因为在印度 做医疗器材非常多年了 那么现在当地的医疗资源需求量非常大吗 还有就你所了解 印度医院的这个医疗情况是如何 整个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对它整个医疗资源的这个血伤加重的感觉 还不是太严重 但是呢 它本身那个医疗资源就很紧张 这个如果这个疫情持续的这个爆发 肯定这个会很紧张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医生的话 医院的这个防护物资 目前各个医院都是在为最坏的情况打算 准备更多的隔离病房 以及准备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物资 然后呢 这个印度政府也对于这个一线的防疫人员 让他们提前服用的这个羌绿葵这个药 作为一个预防措施 因为在有些国家的这个可能临床实验 或者应用证明这个药 如果提前服用一些 可以提到起到一个提前阻断的这个作用 相当于类似疫苗吧 谢谢怀庆的补充 不过怀庆说到这点的时候啊 印度的医护人员 他提前服用的硫酸羌绿葵来预防 这对于全球药房的印度来说 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 我来再请教其他的专家 先转到德国现场 跟我们联系的是陆蒙及陆教授 印度他让医护人比前来服用硫酸羌绿葵 这是一个好的预防办法吗 就是说现在用绿葵进行预防 这个措施还是 它的科学根据还是不足的 那么最早根据中科院病毒所 他们在体外的试验 证明这个绿葵 还是有一定的抗美的效应 但是呢 在后继的临床 试验中间一直没有得到肯定的结果 那主要问题还是 穿越的这个试验的病人数量非常的少 而且呢 它分组也不够严格 它主要是 比如在法国 它分组 是有偏向性的 所以说 他们最后这个 这个发出来的文章 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目前 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研究 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结果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就用绿葵来进行预防 我认为是 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绿葵它本身就有副作用 它可以引起 心脏的一些问题 引起心脏骤停 所以它的这个 大量的使用 特别是对于 预防人员 这大量的使用 我认为还是 这合理性还是需要探讨 谢谢您 针对这个部分来讲 究竟印度的疫情 会如何影响到全球的疫情 我们再转到美国现场 跟我们继续联系的是 张作风 张教授 张教授 您也曾经待在孟加拉国 所以您也非常熟悉 像南亚各国的这些 当地的民情 那么印度 无症状的感染者 对全球疫情的影响 慢慢引起很多 国际的流行病学专家的关注 您有哪些不同的观察 印度这个流行还是会向上走 但是印度政府的准备工作 还是做得比较好 最近刚刚宣布 大概用20亿美金 专门用来增强医疗系统 政府打算这样做 同时还用火车的车厢 来增加16万的隔离的床位 我觉得这个也做得 也是相当好的 另外他们还用GPS 来看病人的 隔离的情况 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措施 但是我现在主要的是 担忧的是什么 就是在封城这一天 封城这个星期 很多的人都离开城市 走向乡村 将来会造成印度各地的爆发 同时我还要讲一点 印度的问题不是印度的问题 印度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时间 如果我们各个国家 不去帮助印度的话 我们将来还是要受到 这个疫情的影响的 非常谢谢张教授的提醒 印度的问题不是印度的问题 而是全球的问题 都攸关着全世界这一场的防疫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一虎一谈最后要转到 俄罗斯部分 待会见 在俄罗斯目前 它这个疫情 已经处于上升阶段 在这种并肩战役 情况之下 我们是一定获胜的 一虎一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虎一谈的现场 疫情全球大流行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看看中国大陆的疫情部分来讲 现在除了防止本土的复燃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防堵境外输入的病例 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中国的新增境外输入病例 创下单日最高 那么其中大部分就是来自俄罗斯 俄罗斯的输入型的病例数字 为什么会如此的醒目呢 那么当地的疫情 究竟情况是如何 我们首先马上连线 在俄罗斯当地的华人 俄罗斯中医药学会的会长 李云海李会长 李会长您在当地从事中医工作多年 就您的观察 现在俄罗斯的疫情到底是如何 但我目前的观察来说 在俄罗斯目前 它这个疫情已经处于上升阶段 还没到最严重的 现在俄罗斯选证的病人越来越多 他们医院这个医疗资源 已经达不到这个病人救治的需求 好多一些轻症病人不受治的 只是对那些危重症老年人受治 再次我要跟你求证一个网路上的传言 现在网路上疯传说 俄罗斯大量驱逐华人 但这新闻曝光之后 俄罗斯的官方已郑重地澄清了 那么就在您的身边 在当地 你觉得有实际上存在对华人的歧视吗 目前没有 这都是网上那个谣传吧 对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 华人一旦出现那个危重症的话 打零三它还是积极给救治的 但是对于这些轻症患者 只是在家割离吃药 这个病前期预防很重要 要是预防不住的 到后期非常麻烦的 但是目前在俄罗斯这边 还是缺医少药 华人是基本上 您刚提到的都是很实际的情况 而这些情况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能不能保障他们的健康 马上我们要连线到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 高级参赞法杰耶夫身上 法杰耶夫你好 刚刚您听到 在当地已经大概20年的 华人李会长提到说 在当地的部分的华人 他们居住环境不好 他们医疗事业也非常缺乏 甚至五六个人就挤在小小的公寓里头 非常担心这种情况 有可能会造成防疫上的漏洞跟破口 您有掌握这些讯息吗 像刚才李会长说到 几个人可能通居一个屋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的 不过他们的这个住宿条件 并不是这个 俄罗斯政府安排的 这都是他们是自行自己 花钱找的地方 如果他想省钱 当然是几个人可能通居一个房间 是一个选择 目前俄罗斯卫生体系 对所有有需要的病人 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救治服务 而且从目前这种疫情发展 临床的这些表现和情况来看 目前在俄的这些新冠病毒 肺炎这个患者当中呢 病死率并不比其他国家高 当然目前俄罗斯是处在这个 病例快速上升的 还没有真正到高峰的这个阶段 我们非常希望近期 比如这个星期或者下个星期 我们能够赶上高峰 能够进入一个转折的这个阶段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会 突然的病例增速这么快呢 你们的解读是什么 俄罗斯所面应的 这个来自外国的 这数性病例的这个冲击膜而言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从欧洲国家 来的输入性病例 因为有几十万俄罗斯人 在二月份甚至三月初 到欧洲国家去旅游 此外也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在那里 穿住这些人员的往来 很难种植很难做 也没有及时控制住 所以说从最早的 全委这个数字性病例来看 已经就进入了在国内 开始蔓延的这个阶段 当地的医疗系统 是不是能够完全应对 可能到来的高峰 这一点部分需要国际合作 或者是需要中国方面哪些协助吗 我们有关的部门 尤其是卫生部门 和科研部门之间 也在今天加入合作 包括在相关的药物和疫苗 合作这个研制的领域 总之来讲 现在这个病毒已经是成为 全球面临的很严重的挑战 所以要获得胜利 是离不开很密切的国际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两国 仍然是在保持战略协调 前不久中方也向俄罗斯政府 提供了这个人道援助 这个人道援助上面就写到了 很重要的一句话 这胜利是会属于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在这种并肩战役 情况之下 我们是一定会获胜的 谢谢法杰严父的欢迎 我们再次转到美国现场 来看看流行病学角度的解读 马上跟我们联系的是张作峰 张教授 张教授我们谈谈到 俄罗斯的突然病例的激增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 你怎么看呢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俄国它开始的是 很少的病人 现在一下子就伤到 一万八千多人 然后死亡了一百四十八人 那么一个方面是 它已经有受取感染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它的检测能力提高了 它现在可以检测 已经达到一百万人了 那么就是说呢 我就觉得它这个 应该真的数字 应该比现在要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说 飞机飞到中国来 可以有40%到50%的人 都是阳性 那就说明了这个 当地的感染很严重了 但你为预测 如果是准确的话 我们会这样的推论说 那么俄罗斯输入型的病例 越来越多的同时 会不会造成中国大陆疫情的反弹呢 俄罗斯最靠近中国 有很多中国人是在俄罗斯 那么很多人都要回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因为我们现在 国内就采取 主要是一个堵啊 世界上一百九十个国家 全部有这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要堵是蛮难堵 所以我觉得把现在 最活跃的这个航线 就从俄罗斯这边过来的 东欧过来的 基本上把它堵掉 看看怎么样 如果是停掉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防疫的问题谈到现在为止 脑海里就想到两个的政治人物 一个是英国的约翰逊 一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两个人 一个55岁 一个是67岁 结果55岁的这个人 不知道握了谁的手 就躺进了ICU的重症 然后现在康复了 67岁的这个人 他明明是握了一个 确诊医生的手 可是他却没事 你觉得怎么看待这两个人差别 完全就是两个人的免疫系统 不一样吗 这个跟身体素质有很大的关系 跟这个免疫能力 也有很大的关系 也和自己的卫生习惯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如果说 这个同样的暴露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生这个病的 所以这个 你要是把舌洗得很干净 也会把它避免叫 如果你戴着口罩 也会避免叫 所以很多情况下面 我的感觉身体好 素质好 抵抗能力强 会抵触这个病 特别谢谢张教授 今天的连线 谢谢 全球的疫情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得出来 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 也看到了确诊数字 还不断地在飙升 我就这个时刻 把希望寄托在蛇的身上 什么蛇呢 这条蛇多年来 盘绕在世界卫生组织的 灰灰上 灵蛇 它代表的是健康长寿 蛇灰代表的是 对人类的拯救 而这个画面 就代表的是 医护救治最前线 全球防疫新一条 但是同样的画面 如果你加上了 政治有色的眼镜 这个灵蛇 马上就可以变异成 万般剧毒 围绕的权力斗争的 大蟒蛇 全球的疫情到现在 还有许多的雷区 没有引爆 我们不妨让政治归政治 让医学归医学 此时此刻 我们不想再听 谁对谁错 政治的是是非非的喧嚣 我们需要的是 抚平恐惧 让人铭心见性的 天籁之声 感谢格力电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见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